走吧 说吧 住哪儿 本男神好人当到底 特别提供呼化使者服务 怎么 我脸上有脏东西啊 还是说 你觉得我太帅了 别装了 怎么了 你接近我和琪琪的真实目的 是想追求我吧 这都被你看穿了 那你觉得我怎么样 长得不错 谈吐也算是风趣 但是硬件不行 你的事业基础太差了 光凭这一点 就可以直接把你帮助 但是呢 你撩妹的段位 确实要比那些 直白露骨的蠢货 要高那么一点 不过可惜了 谁让我越南无数 经验丰富呢 那越南无数 经验丰富的陆宝妮小仙女 你怎么就没看出来 我对你 只有满满的姐妹情呢 虽然你的气质跟长相 都有九世分 但是 你的自恋也是 冲破了天际呀 像我这种有理想 有性格 有追求的男青年 又不是动物园的 狮子老虎 怎么可能见到一个母的 就扑上去 你是被我揭穿了 在狡辩的 我莫难 不管是过去现在 还是未来 都绝对不会爱上陆宝妮 因为 我根本没有把你当你的 我还没把你当男的呢 生气了呀这是 我 whistles 不是 你我怎么看 它在一大 你 época